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而花莲市大宗废弃物的收运作业 也从即日起正式的展开 在30号的上午 市长魏佳燕特别前往了战志区的南兵抽水站 慰绕执行勤务的队员们 同时也视察了大宗废弃物的轻运情况 而在今年预约轻运一共有3625户 预估收了件数会超过10万件之多 相较于往年市多出了两成左右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家家户户忙着大扫除 华莲市大宗废弃物收运作业 也从即日起正式展开 今年度总共动员三辆抓斗车和四辆资源回收车 同时间将会有四组轻运人员 共20人分别进行作业增加效率 那今年来讲大宗废弃物的量真的是爆量了 那目前我们登记总共有3625户的家户 需要我们来协助轻运的工作 那总共有大概有将近有11000件的大宗废弃物 那我们轻运的时间大概就在 1月29号到2月5号 那到2月5号假如说还是收运不晚 我们有预备了2月6号2月7号 我们可以做一个应变 那我们势必一定会将我们各家户来登记的这些建树 一定会全部把它轻运完成 30号上午市长威佳燕也特别前往作为战志区的南兵抽水站 为绕执行勤务的队员们 并视察大宗废弃物的勤运情形 希望说我们在搜的这个部分 大家一定要把不管是里面有玻璃 或是有一些铁片 请大家一定要拿出来 因为去年就有因为这样 我们队员去割伤了这个状况 那也因应我们的国家清洁周 那也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市民 可能将我们周边的或是门前的一些垃圾 都有要拜托大家 请大家将自己门前的一些垃圾 给它整理干净 因应不同礼别 同样作为大宗废弃物站志区的地点 还包括花莲港天宫 以及上至路旁防训道路 共计有三处 而农历春节垃圾清晕时间也将做调整 在2月8号、9号、13号 将改由上午9点半开始 沿路线执行日间一般垃圾及支援回收清运 至于垃圾定时定点及夜间则停止收运 并会在2月15号开始恢复正常 夜间垃圾清运及定时定点服务 请民众要多加留意 记者徐立晴华林氏报导